Ceedia 慢生西夫 大家好 我是Ceedia 慢生西夫 今天我要介紹一個Ceedia軟體 叫做 Screen Dimmer 那這個 Screen Dimmer 是 Thornburgs跟我講的 那如果你以後要跟我推薦一些 Ceedia軟體的話 也可以直接 傳訊息給我 那今天我要介紹這個 Screen Dimmer 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讓你調整 你這個螢幕自動鎖定的時間 然後現在打開之後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看到這樣 它可以讓你選擇比較多的時間 比較詳細 像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就是 比較其次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功能 就是 Don't Lock After Respring 就是表示 你重啟Springboard之後 它不會自動這個 把你的螢幕縮起來 然後跑到這個鎖定畫面 就是假如你每次 下載完Ceedia軟體之後呢 它都會重啟Springboard 那你重啟Springboard的時候 它就會跑到鎖定畫面 然後你還要滑開 很麻煩 所以 你有下載這個Screen Dimmer之後呢 它就 不會 不會每次下載 這個Ceedia軟體都會 跑到這個 應用程式的這個地方 就是鎖定畫面這個地方 那 你只要下載完Screen Dimmer之後 就把這個地方打開 就可以了 那 Dim While Charging 就是你假如你 接到 電源裡面 它就會自動 關閉 然後Don't Lock 這個我讀不到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不太確定 這是什麼 反正你下載這個Screen Dimmer 我覺得唯一好用的功能就是這個 所以 如果你想要的話 就可以去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Ceedia軟體還蠻好用的 那這個就是Screen Dimmer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去Ceedia的BigBox軟體 去下載 這個會需要 兩塊一九美金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以後 新的影片錯了的話 你們才知道 那也不要忘記去CMXC5的Facebook 粉絲軟體按個讚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囉 掰掰